我們在Yoho West 位置天水圍中心地帶 前臨就是天水圍公園 亦是輕鐵站上蓋 交通和周租配套都非常完善 有這麼好的配套 我們在軟件方面 都是盡力為居民去考慮更好的配置 大家都知道 良好的管理團隊和管理公司 不但能為我們的住戶提供優越的服務 以及生活的環境 同時更可以為我們的項目增值 今次我們Yoho West 邀請到 Vspire 公司和團隊 首次在區內引入他們 為我們這個項目做管理 今天很高興請到Vspire 副董事總經理 朱吉利先生 為我們介紹一下他們為我們項目 引入的一系列的管理服務 以及服務等等的資訊 向各位傳媒去介紹 我們交給朱吉先生 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 作為新龍基地產 新龍基集團旗下的一個最新的物業管理品牌 我們Vspire很榮幸 能夠參與Yoho West 這個這麼重要的住宅項目 Vspire整個團隊 是會以年輕活力 和敢於創新進步的精神 是致力為住客 建立一個多元化和和派的社區 我們很希望透過我們的管理 透過我們的專業 貼心 創新的瀑布 可以為Yoho West的住戶 打造一個理想的居住環境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Vspire 為Yoho West所帶來的不同的瀑布 如何去設合大家對理想生活的影響 有別於一般的屋苑農莊 我們特別在第三座天台 設定了一個叫Sky Farm 是給住客可以享受這個農間種植的樂趣 Sky Farm特別可以利用IoT的技術 全方位實時監測泥土失禮的情況 種植的時候可以又輕鬆又放心 不用心掛掛 要不要去流水 同時 和親朋好友同道美好時光 是一個理想生活的重要環境 但是有時要籌備一些派對的工作 是很繁忙的 令到不少的住客不知如何做 我們Vspire的團隊 特別有一個活動管家 是負責協助住客設計和籌辦各類型的業務 讓住客能夠盡情與家人和朋友 享受這個相聚的時光 而我們會所的泳池 也設有這個匿水的感應提議 有助我們及早發現可以出現的意外 為住客提供一個全方位安全的保障 更加讓他們能夠在一個設計這麼漂亮的泳池 可以盡情的長榮 除了會所的貼心服務之外 我們Vspire都努力去推出不同的服務 希望讓住客享受 Yoho West獨有的生活體驗 近年不少人都熱愛踩單車 所以我們在Yoho West也設有獨立的單車專區 裡面是要有扶設酒維修工具 方便住客清潔和維修單車 或者住客可以選擇租用Yoho West 住客專用的共享單車 享受踩單車的樂趣 第一次引入這個 是屋苑裡住客專用的共享單車 我們會有多少個 我們要看住客的需求 我們會有一定的數量 如果住客再需求大一點 我們會增益 想否壓外付錢 這個我們應該不需要 不用付錢 我相信管理團隊到時會有 預約登記安排 去做優先次序 我相信現在我們公園 入企還有一段時間 現在很多東西都是設計之中 細節我相信入企之後 管理公司都會有各項叛徒的收費 和安排細則 到時會再跟大家公佈 這個可以說是新地屋苑的首創 即是共享單車 我們可以這樣給大家 因為我們都有不同的屋苑 有不同的設計也有不同的管理團隊 我們以往有個別服務 在不同屋苑都有提供的 但是這個 今次朱先生剛剛提到 在Uho West這個單車的服務 就是綜合了幾個服務 於一身 有共享單車 有一個專門的區域 給單車的外號人士 去做維修、停泊等等 還有清洗 還有清洗 集於一身 這個是將我們以往 幾樣的受歡迎的設施 和服務 是關於單車的合避本一 而是去提供給我們 Uho West的全部使用 胡先生 我想問 如果是代理行 如果合謀定價 真的是為例的話 你會不會影響 你們身份的定價 這個我們沒有 很高興 這個Uho West的部署 那個時間表 有沒有一些新的合避 關於這個項目方面 其實我們上星期 和大家見過面 我們也有提到 就是我們那個受罗說明書 我們期望是最快 就是在20日 11月20日 或者之前可以上載到 但是我們再看這幾天 進度都很理想 其實現在我們和我們的合作夥伴 看到這個受罗說明書 是進入最後審視的階段 我們也期望 可以在本星期的中後巡 有機會上載到 我們受罗說明書 隨後我們可以開放 我們的示範單位 公共傳媒參觀 即今個禮拜有機會開示範單位 沒錯 沒錯 那開價會不會都是 可能是我們本星期 這個我們也要看回 我們 這個受罗說明書 和示範單位 完成了之後 就希望 和我們的合作夥伴 盡快去尼泥島 11張假單 去公佈 那時間我想 在開放了那個 示範單位之後 我再跟大家去 講講 那我們的時間表如何 即今個禮拜開價機會不大 機會存在 機會存在 但現在 我未能夠說到 我相信 這個是 過兩星期之內 可以開買價 問清楚 今個禮拜開示範單 給傳媒看還是給公眾 我們優先給傳媒參觀 即公眾的禮拜 公眾我們看看時間 我們優先給傳媒參觀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